想要固定运动又挑战不一样的自己吗? 五十家学院的首龄街舞课程是全台湾的第一品牌 我们最早开始带动首龄街舞 也最了解你的身体需要什么样的速度的学习 还会帮你录影哦 想要跟上年轻人的潮流吗? 五十家学院韩风街舞K-pop Dance课程 让你尽情挥汗跳出时髦的舞步 想要了解更多课程请点击资讯栏连接 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 让五十家TALK陪你 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五十家的总编辑一间副执行长王美珍 根据卫福部的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台湾五十岁以上的人当中 有超过七成的人都至少有一种慢性病 然后如果是七十五岁以上的人 如果你有五种慢性病的比率到百分之二十一 等于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 他有五种慢性病以上 所以这个数字很可怕 那我们就要讨论慢性病它可不可以逆转呢?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更新立腺体根治慢性病的作者 自然医学博士陈俊训陈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 怎么透过运动 我们现在大家常常在讨论怎么运动 然后来更新我们的立腺体 那我们请陈博士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请陈博士谈一谈 其实近年来讨论老话文章 常常讨论到立腺体 那到底什么是立腺体啊? 虽然说整本书好像都在谈这个概念 但是好多生物医学名词 可不可以请博士给听众一个 我们最简单的说明 就是说它在身体扮演什么作用 然后为什么它可以逆转慢性病呢? 立腺体是我们细胞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构造 150年我们发明以来 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能量工厂 就是我们每个细胞要有些能量 才能够工作 例如说你可以运动啊 你可以吃东西 你可以思考 都是需要那些细胞的正常的运作 它需要能量 就是需要把我们对下去的食物 进到立腺体里面去燃杀产生能量 我们一直都以为这样 后来我们发现 最近这一二十年发现 立腺体的功能远不如一致 它包含的工作内容 几乎是无远佛界 你想得到的事情 你想不到的东西 都都跟它有关系 包括那些慢性病 三高啊 或者甚至癌症啊 甚至精神疾病 神经退化疾病 都跟它有百分之百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立腺体这个事情搞定的话呢 我们几乎很肯定的说 你可以逆转那些老人的慢性疾病 甚至我们可以让一个人不容易衰老 甚至可以活到很老的时候 他的身体是处于一个无病痛状态 甚至处在一个最佳的一个 performance的状态 所以立腺体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身体本来就有细胞嘛 然后所以但是这些众多的细胞的背后的这个能量的工厂 能量的供应者就是立腺体 所以立腺体它也是一个生物上的存在就对了 我们可以比喻成在路上有很多汽车摩托车 在那边开来开去 跑来跑去 那它为什么会跑 为什么会有动力 因为它引擎会产生动力 那你加了汽油 甚至有些是柴油 你加了以后它有能量 就是它有燃料 它可以产生能量 可以推动那个轮子 甚至冷气 对不对 所以那个车子就有它的功能 那如果今天它的引擎是坏的 或者是有故障的 那么它这个车开起来就怪怪的 没力没力 没力的 不开不动 对或者是你爬个山路 它就荡在路上了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们每个细胞有它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给它的能量不足 或者是能量是错误的 或者是我们讲肮脏的 肮脏有它的意思 那就是让这个立腺体 没办法正常的产能 或者是这个立腺体 因为某一些因素 你把它搞坏了 就像那引擎 你把它超坏了 这个车子就很难开 一样道理 为什么有些人 感觉上它有很多毛病 甚至年纪轻的 就生很多疾病 三高啦 自体免疫啦 或者就是它的立腺体里面 产生的问题 那刚刚讲到那个肮脏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把立腺体搞肮脏了 如果你有开车的人 就知道我们有不同的汽油 不同的车子 它要求的这个汽油 是不大一样的 我有以前有一辆车 我现在还是开那样子 是我的小宾室 那那个小宾室我买来之后 我都开那个 用的最 加最便宜的那个油 是台湾是92是不是 那后来有一次 开到半路上停下来 那个师傅跟我说 你这个要加酒吧的啦 这个引擎设计就要加酒吧 后来我从加了酒吧 那一天开始 后来就从来没有问题了 我要说的是 我们的立腺体 它可以燃烧的养分吧 有好几种 其中最主要的是葡萄糖 但是葡萄糖不是一个干净能源 我们葡萄糖在燃烧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些自由基 大概是这样子 表示说我们立腺体在燃烧 葡萄糖的时候呢 或者是其他的燃料的时候 它不是很均等的 或者说不是每一种原料 它都是同样产生效率的 这也是为什么高糖饮食 会产生很多问题 或者这么说吧 我们人类 大概尤其活到现在的 这些现代人的话呢 我们大概有一大半的人 是不适合吃高糖饮食的 因为高糖饮食 就是高淀粉 高糖分饮食 你吃的越多以后 你会更增加立腺体的负担 会让它产生更多的自由基 自我伤害 那自我伤害的意思 就是你的立腺体 就会提早失衡 失去它该有的最好的功能 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能在30岁40岁 有一些慢性疾病产生 反过来 如果你在这个淀粉的社区 或者是糖分的社区 你控制一下 你不要在年轻的时候 吃那么多 你就比较不会有 这些三高四高那些问题 您有写到说 90%的慢性病都可以逆转 我有点好奇说 为什么是90% 那剩下的10% 不能解决的是什么 那另外那个10%呢 就是好像跟立腺体 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想过例如说好了 小孩子有时候生出来 就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 一个基因的突变 例如说糖氏症啊 生出来 有些不是有吐唇吗 有些脊椎那边 药椎那边没有闭合 导致它神经管外漏 这些是遗传性的 遗传性 那有时候是先天遗传下来 那有时候是什么 是在怀孕的过程中 有一些毒素的干扰 破坏我们的胚胎 那这个比较像是有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外力的因素 不像是说后天 他自己新陈代谢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讲了90%的疾病 都是很多人生出来的时候 还好好的 对 后来随着年纪的挣扎 怎么一下子就糖尿病 一下子就心脏病 是因为我们用了 那个不对的汽油 放到汽车里面造成的 没错啊 对啊 不当使用 其实在我的眼中 你知道我在大街小巷吃东西 我觉得好难 而且它那个食物的比例 很严重的错误 例如说我前阵子早上 要去外面 刚好我在医院谈情 早上要去地下街吃 自助餐吃素 没有蛋白质 没有肉 没有油 然后后来我到便利商店去 也是一样 那个鸡腿不见了 它全部只有 例如说 那个叫什么 番薯 就说我发现 它的食物比例 在早餐的时候 是严重的高糖饮食 那到了中餐跟晚餐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很多人 它的食物是蛮偏差 例如说 有些人就吃个面包 配个咖啡 那你的蛋白质在哪里 对不对 从我的角度来看 那个是非常严重的 伤害力线体 伤害力线体的材料 那我是不能那样吃 我那样吃的话 我的糖尿病的基因 就被开启了 所以我透过我这个方法 我把我糖尿病的基因 早就关闭了 因为你们家属的糖尿病史 对 我要不是这样 我血糖永远在两三百票 但是我因为我吃的饮食 我加上我一些运动 等下会说的 我就控制在一个 甚至比一般人的血糖 还要更好 我空腹在七八十 八九十 那餐后的话一百二十几 那如果我一辈子保持这样 那很棒啊 我就不会有那些 你就不会有糖尿病 不会有那些三高四高 甚至那些心血管 就是逆转 满行病的意思 博士可以谈一谈 你今天早上中午吃了什么吧 这问题很简单 什么 根本不用问 因为我的三餐都差不多 有时候我就吃两餐 就是有肉有菜 那另外配的东西 可能是豆腐啊 菇类啊 我还蛮喜欢吃一些 奶油啊 苦茶油之类的 所以以后在我而言的话 是蛮重要的 所以您补充油脂 蔬菜跟蛋白质肉类 但是你不吃米饭 面不吃 面包 对类你不吃 我一年吃的分量 可能搞不好 底不上有人 大概一天的分量 了解 但是刚刚讲到饮食之外 其实这本书有提到 修复立腺体的方法 效果最大的是运动 为什么运动效果最显著 其实也不能说最大 但是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明显改善 对 看得出来 运动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像我这两天在我山上 我除那个草 那个跟丛林一样 我把它除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体能活动 在我除草的过程中 我觉得好累 好辛苦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身体 它会有向上适应 向上适应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身体 上下的上 我向上面适应 就是我的身体知道说 我怎么会需要做这么粗重的工作 那我是不是要把立腺体多长一点 伸出来多一点 当我们在做一个高强度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立腺体会增生 我们叫做mitogenesis 就是立腺体新生 再讲一遍 就是你做那个 什么叫高强度运动 HIIT 或者我那个电割草机 在那边割草 哇弄得全身很累 出工 出工的时候 比你平常的还要出众一些 劳工阶级做的事情 其实你在训练你的立腺体长多一点 以防下次你会有做更出众的工作 我们身体是很奥妙的 不能太娇弱 对不对 要训练它 当然反过来说 如果你每天只是滑滑手机 看看电脑 你的身体是说 吹冷气 吹冷气 你就觉得我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的立腺体 我少涨一点 对不对 那你的立腺体就会比较少 等到你该做一点重活的时候 你觉得好累 对 好 所以我如果每天做出工 HIIT 这种高强度运动的话 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好 我的体能越来越强 比较是因为这什么 因为我身体要向上适应 所谓高强度运动是有一个绝对的定义 还是说它只要比我平常做的多 我就叫高强度运动 这个书里面有很严格的一个定义 它我们分为五区 就是我们常见的活动有五区 这个要看就看书 但是基本上是第一区就是 我们坐在那边聊天 滑手机就是第一区 散步应该也算 散步就是在第一区 但是第二区等一下我们讲 那个第二区是超慢跑 那个是蛮好的 等一下我们来讲那个 但是到了第五区就是刚刚说过了 HIT 就是你大概连续只能够做三分钟 然后心跳都会高达多少 这个书上也会讲 但是我通常我自己会知道 做那个东西很累 当然也有第六跟第七区 那是运动选说他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刚刚说过 第五区的这种高强度运动 你的立线体会增生 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现在在流行的那个第二区运动 对我现在正要谈 就是刚刚讲到 反正运动可能分五区 从轻到重大家可以看书 或网络上可能也有 大家会指着不同的运动强度 但是现在欧美跟台湾 现在流行讲第二区运动 Zone 2 Training 就是说它是最能提升力 线体功能的 可不可以请博士介绍一下 什么是第二区运动 好第二区运动 刚刚我说过 一到五区里面 它是比第一区稍微重一点 但是又不是很重 那在科学上面 我们发现在第二区的时候 你还不会产生乳酸 如果你今天跑完 不或者是爬完三回来 脚小腿好酸 会痛 乳酸堆积 表示你进到第三区 第四区 甚至第五区 太累了 但是你在第二区 你在超慢跑 慢慢跑的时候 你跑步的速度 每小时五公里 就是大概跟走路差不多 这个时候呢 你这种运动 是不会产生乳酸 它是处于在 有氧呼吸的一个运动 而且这个时候的 立线体的功能 会被你训练越来越好 它有一个定义 或者是一个数字指标 让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是在第二区吗 有啊有啊 你可以用 例如说 厌你的血中的含氧量 或者是你的呼吸 但是那个太复杂了 你不可能边坐那个 对啊一般人 它不会有sensor在身上 你就是在 例如说超慢跑的时候 或者是在 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你可以聊天 哦我可以一边动 然后还能一边讲话 你可以讲话 然后旁边的人 可以跟你沟通 没有障碍 可是他知道你好像在运动 可是你居然 你可以讲得很顺 但是如果你上气 接不了下去 你已经到第三区了 甚至到第四区了 就像我们在 比如说健身房 在快走 用那个慢跑机快走 还可以跟旁边人聊天 对那就是第二区 如果我要把它调快一点 已经喘到不能讲话了 那可能就是三四五区之类的 对越高区刚刚说过 它是在让 立腺体的数目增加 增加 但是如果你留在 第二区的时候呢 数目不会增加 但是每一个 立腺体的效率会提高 这个我打个比喻 好像你在北极 拉雪橇 你有五只狗 来拉这个雪橇 你觉得不够 你有两个方法可以改善 第一个你把五只狗变成十只狗 那这个你的那个 整个雪橇就跑得很快 对 另外一个呢 你想办法让那五只狗 力气变大 增能他们 那你的雪橇 也会跑得很快 所以我们立腺体的改善 就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让立腺体的数目变多 另外一个是 把每一个立腺体的 才能增加 还有一点 可能大家疏忽了 就是你知道 第五区运动 不是随便都可以参加的 因为年纪大的人 也不太可能做第五区 关于运动伤害 万一他心肌梗塞 倒在那边怎么办 很多人就不运动 一做就倒在那边了 那第二区 反而是很安全 像我自己前阵子 去年开始 我也超慢跑 我觉得好棒 你知道吗 我那个 因为我右脚在当病的时候 膝盖有点受伤 所以我就很 这十几二十年 我就很担心 剧烈运动 会让我的右脚膝盖受伤 但是超慢跑 告诉你 一点担心都没有 就好轻松 而且跑了之后 整个人的感觉 你就是发现 你的体力一天比一天好 你知道老美 他们那些专业的运动员 不管是什么 撑竿跳 跑百米的 他们80%的时间 是在做第二区运动 你觉得奇怪 这些人运动员 怎么浪费时间 在做这些 这么缓和的运动 他应该是 去做那些很激烈的 对不对 他做第二区的话 他可以把他的 立腺体的效率提高 等到他真的上 那个比赛场的时候 他就会突破 他以前的成绩 他整个的体能 状况都变好 但是我们台湾 听说了 台湾体育界很喜欢 做高强度 高强度的训练 大部分是 你就是要体力的运动 你表现才会好 不对 你这样的话 让他的立腺体的 那个效率并没有提高 所以感觉上 第二区运动 就是大家品尝不容易受伤 做起来不容易累 但是他又可以 养好身体的 所以我觉得快走可以 那超慢跑也很推荐 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超慢跑怎么做 他还有其他的吗 其实任何运动 只要你做起来 还可以到达 讲话的程度就可以 就对了 然后做完以后 全身疏伤 所以你知道 下雨天在客厅跑步 或者是你家里面没有公园 你就在家的社区 或者是甚至走廊 或者是家里面走来走去 微微的跳舞 这都算 对不是走路 就是你可以超慢跑 然后跟你旁边的人这样 或者边看着电视 边超慢跑也很好 不错场地的宣制 那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戴 比如说智慧型手表 或Apple Watch 不是可以测心跳吗 那您是不是有提到说 怎么用心跳数来判断 自己是在哪里去 在第二区的时候 最大心跳 大概你是60到70%的最大心跳 所以最大心跳 就是220减掉你的年龄 这叫做MHR Maximum Heart Rate 所以你在做第二区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跳 是你最大心跳的60到70% 比如说我现在50岁好了 假设 那就是要用220减去50 对吧 170 那170的60% 到70%的这个心跳 就是你正在做 第二区的一个证明 了解了解 这个书上面有一个表 大家可以去看 总之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220减掉你的年龄 然后你就在乘以60% 或70%的那一个数字 就是你的最大心跳 如果是那个数字的话 代表你现在是在第二区的运动 没错 大家也可以用数据来判断 但我觉得一般人好像 运动的时候 像我自己也常会遇到这问题 就是太轻的运动 觉得好像没什么效果 这只是有动而已 可是真的太重的运动 就会觉得怕自己受不了 或怕自己受伤 那关于这个运动强度的分配 您有什么建议吗 如果要分配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80 20法则 怎么说 80就是在 80第二区运动 那其他的比较强度的 就是20%就好 其实我有个概念 就是什么运动都好 就是你要愿意的运动 就是好运动 像我这几十年来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每天打太极拳 有一段时间 每天打八段井 那当然我在更年轻的时候 我要服役之前 我那时候每天就是练习跑步 在当兵的时候也是要跑步 当然我后来有运动 有点伤害嘛 所以我体验过不同的运动 它对身体好处 我的简单的结论就是说 每一种运动 对立行体都有帮助 那只要你愿意做 那个就是好的运动 你可以挑一个 你做起来 你觉得很有兴趣的 例如说有人喜欢打排球 或者打乒乓球 他觉得我好喜欢 那很好 你就做这个啦 他有他的好处 那如果说你发现 这个强度如果太强了 那你就搭配一点 例如说瑜伽 或者是散步 跟他balance一下 总之你自己去 感受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 那每个人的喜好 就有些人喜欢吃苹果 有些人喜欢吃芭蜡 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运动也是一样 只要能够有去运动 甚至甚至做家事 那也算运动 总比你躺在那边 滑手机还好 但是你觉得 因为活化力线体 我只要有动 应该它就会有活化嘛 对不对 第一区没什么效果 但第二区以上 它都有它的效果 OK 好 大家赶快动起来 我看到您说 您又说到说 您今年56岁 这可以讲吗 马上就57了 56岁 8月就57 这几天就57岁了 其实那个陈博士 本人身材非常精实 就是看起来精神炯炯 您昨天才从美国回来 是吗 已经一个礼拜了吧 对啊 他就说 大家都没有什么时差 完全零时差 对啊 完全是靠着这一些 对于运动啊 健康 饮食的调理 所以我刚刚 有稍微问到一下 您的饮食 可不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 您平常运动跟饮食 保养身体的秘诀是什么 我在美国和台湾的工作是什么 忙 我这个忙是 这个工作是有些体力的 例如说我 像我现在到我们的新店的 实验农场里面 他有 他有没回来 很多的路都是那些 长那些芦苇 我要把它处 对你刚刚说 你在处杂草 你要自己开路 所以我变黑了 你知道我两三天 就是晒太阳 然后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我就发现 我只要每天这样做 我的体能 一天就会比一天更好 尤其要晒到太阳 那个更明显 维他命D的产生 那转过来讲 那个饮食的话 其实我领食非常简单 我的选择性就很少了 我不会去吃加工食品 我也不会去吃 随便吃外食 那我大部分都是自己煮的 简单就是小火锅 当然我也会烤一些东西 或者气炸 气炸一些东西 那或者炖个猪脚汤 或者是那个 那个炖猪脚汤还蛮好喝 就是花生当归猪脚汤 很好 有的时候猪脚好吗 那个饱和脂肪那么多 谁说饱和脂肪不好 饱和脂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身体很需要 然后呢 那蛋白质我很重视 那淀粉就要非常的小心 尤其我这六年来 我几乎都是处在一个 净碳三十 偶尔会净碳五十的状态 净碳三十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每一天 所吃下去的净碳水化物 控制在三十克以内 或者是五十克以内 或者是一百克以内 看我那个时候的需要 怎么知道是净 净碳就是总碳水化物 减掉纤维 例如说我今天吃的是蔬菜 蔬菜里面的净碳很少很少 一百克里面只有三克的淀粉 那当然如果你吃的是白米饭 你吃的是面包 甚至水果 那个净碳含量就很高 那净碳三十差不多就是半碗饭 就是我一天就全部的碳水化加起来 不能超过半碗饭 半碗饭的量 其实我这些年 我吃的饭跟面非常少 那我把这个阔碳 我就留给水果 或者是一些像最近 我妈妈家有那个百香果 成熟了 哎呀我就 我就把那个每天净碳三十 尽量就留给那个百香果 所以我还可以处在一个 几乎是一个生酮的状态 看我要不要生酮 我可以透过我的净碳的比例 然后去调控我的身体 是要燃烧葡萄糖 还是燃烧酮体 那这个时候 我的力线体的功能 可以让我调配 会让我们的 我的睡眠品质很好 还有让我的脑力非常好 例如说我写书的时候 我必须要有灵感 我可以让我的灵感 源源不绝 下笔不能停止 然后可以写好多好多的东西 只要我调整我的饮食 反过来 如果我乱吃乱喝 我可能就糟糕 例如说我吃到味精 还有吃到回锅油 像沙拉油 回锅的 还有人工的一些调味料以后 我整个脑部会发酸 然后整个人 就是我就不想写书 甚至也不想做事情 我的身体就这么敏感 所以我可以透过 我的饮食的内容 把我的体能跟脑力 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那这样我觉得 这个原则容易记 就是听友可以记住这件事 净碳三十 反正翻译成 我们视觉上能理解的量 就是一天吃的碳水化合物 淀粉糖类 加起来是这样子吗 没错 不要超过一个半碗饭的量 你早中晚自己调配一下 就会让你跟博士一天 一天不能超过半碗饭 一天对 所以你就是控制的这个 总量管制 就可以让你的精神 睡眠 但是你的蛋白质要够 好那最后针对我们五十岁后的族群 如果我们想要逆转慢性病 那会请博士建议一下我们读者 我们目前应该要立即改变 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你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弱点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三高里面的哪一高 甚至两高三高四高 还是你有什么样的隐忧 例如说有家族性的癌症病史 或者是你有自体免疫疾病 通常我们台湾人五十岁以上的人的话 大概三高里面总是有个一两高 尤其是胰岛素主抗是万病之源 再讲一遍 三高的基础就是胰岛素主抗 胰岛素主抗就是 虽然没有糖尿病 但是你的血糖已经开始飘了 这个我在四十二岁开始就有这个现象 十五年后的今天 我现在的血糖 或者是我的血压各方面 都比以前好太多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要注意你有没有胰岛素主抗 或者是高血压 或者是高三酸钙油脂之类的问题 还有高尿酸 先盘点自己的问题 对盘点出来 你就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 你就针对你的 例如说 对症下药 对 例如说针对你的假设是 方向血糖比较高 或者是肠胞血液比较高 或者我们测得更积极一点 你的空腹预岛素比较高 那这时候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要干什么了 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 浸探三十 你就会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你这个弱点 它就开始改善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刚刚说的是饮食 那再来就是不要忘记的 运动太重要了 因为年轻人不运动 他有本钱 因为年轻就是健康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如果你不运动的话 你会衰退的很快 尤其立腺体的功能 所以我们透过运动 可以去维持 我们的立腺体 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让我们到老的时候呢 也不会衰老 或者是不要衰老的太快 再来 睡眠方面 你不要小看 我在书里面也一再的提到 其实立腺体 是叫我们睡觉的一个构造 我们每一天要不要睡觉 其实立腺体在背后主导我们 那如果你日月不规律 或者是晚上的熟睡时间很短 你知道你第一个伤害的是谁 就是立腺体 那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讲 呵护立腺体 保护立腺体吗 你光是一个熬夜 或日夜颠倒 你就伤害立腺体 所以我们刚从饮食 运动 做习 还包括情绪 还有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毒素 其实这五个面向 都是跟立腺体息息相关 所以这些年纪的增长 我们越来越有这个可能性 得到慢性病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五个面向 去呵护我们立腺体的话 我们可以让我们活得很老 但是没有这些慢性病的困扰 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我自己也发现 我真的我写了这本书以后 我身体立腺 我的今年的身体 你去年更好 去年又比前年更好 哪有人是年纪越大 身体越好了 我就在印证这个事情 这个体能里里外外 包括我以前不能喝茶 喝了热茶 我会睡不着觉 现在我的肝功能变好了 我喝茶就没事 喝酒也可以喝 以前不能碰 但我还是不需酒 还有包括运动强度 而且我前几个月发现 我很喜欢用力 这个你很难想象 就是年纪越大 应该是越没有力 而且一用力会觉得 好累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发现 有些用力的时候 很痛快 对 那这个照理说 应该是年轻人 才会这样子的 对 你除草除得很快 很快的 你那天除草除几小时 你说几个小时 一天至少四五个小时 哇塞 真的是出火 想象不到了 把一片 大概两百公尺 长的一条路 本来是丛林 然后就进不来 变成干干净净的路 那就是用一台割草剂 可以看到你的身体的能量 是有多大 就是把力线体更新以后 但是做到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其实你看那些劳工阶级 或者是那些农夫啊 村妇 他们为什么身体比较好 就是跟力线体有关系啊 他们就是用这种 比较原始的生活形式 把他们的力线体 照顾的比较好 反过来我们现在这些都市人 甚至那些上班族 我们就每天 每天就上上班啊 花花手机啊 在温室的花朵 那就容易生病不是吗 从力线体 我们就可以解释了很多 这样子的一个文明 所产生的一种疾病 原来就是如此 那我们就要去享受文明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 用刚刚说过那些面向 去保护我们的力线体 所以为什么年纪老了 还要 你刚刚说要净叹三十 你要做适度的运动 你要好好的睡觉 读书 要避开什么 那这样你就维持得很老 都很健康 谢谢陈博士 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把 更新力线体 成为我们今天之后的目标 从饮食上 运动上其实今天都听到了一些 可以马上执行的新方法 那谢谢博士的分享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大家到节目的评分跟评论 那一栏给我们五星好评或留言 很希望听听大家的声音哦 那我是阿托格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